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希望蒋大师在讲解的过程中 把我们带到他当时的下棋的气场里面去 看看能不能有什么更新的体会 好 我们一边看实战 一边来跟蒋大师学学棋 我这半棋采用的是向三进五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半棋的背景 这些年向甲经过大改革 我们是分为常规赛跟季后赛两个阶段 常规赛前六名进入到季后赛 常规赛的一至二名又可以直接进入到半决赛 那也就是说当时的杭州和四川 是在第一二名的位置上坐等三四五六的竞技选手 对 我们现在所讲的是常规赛第二十三轮 对 二十三轮的对局 那也就是说常规赛比较靠后的 然后比较激烈 大家都争着入门的卡片的比赛 常规赛是二十六轮 而我们经济联队在这个时候应该是属于前六 机会是非常大 百分之八十进前六 北京队经济联队 百分之八十进前六 经济联队整个的比赛前半场下的还是挺不错 对 然后我们还有百分之二十可能机会进前两名 是这样的机会 那是要冲一下 因为前两名就等于少一轮比赛 等于直接进前四了 是这个 是的 那当时的江苏队我看了一下 好像成绩一般 对 他们处于中游 又没有降组的危险 但是想进到前六呢 可能希望反正得有点实力 得具备后来广东队的冲击力 对 对 是 所以整个的大家就是在这么一个背景下 是 在这个背景下刚才刘大师所说的 我们也很希望获胜 对 所以这盘棋我们的队伍也非常相信我 给了我先手 希望我先手能够至少进取一下 这先手是事先都可以排出来的 对 每个队伍自己根据战略需要排出来的 对 我为什么采用飞向局呢 刚才所说又想获胜采用飞向局呢 这个是基于几个方面 现在我们经过人工智能时代 向其的布局体系发展也是非常的深 就是被骑手们研究得很套路性了 恨不得弄一中炮局就研究死了 或者研究合了 到头了 对 如果走中炮的话 有可能布局被晚期局就结束了 对 对 对 另外徐超那个特级大师呢 他的布局又非常强 对 对 徐超是在圈里面 著称的那个布局很好 很好 对 后手是非常能顶 印象当中 2009年的时候曾经办过一个大骑胜战 那个时候也是后手时间短 但是合起就获胜了比赛 每每到那个时候 徐超都是选择后手 并且都能顶住 对 徐超还是功底比较深 对 徐超也是前年的全国个人赛冠军 对 前年的全国个人赛冠军 所以实力肯定是想当然的 对 是 那这盘徐超走的是 炮八平四 炮八平四 左锅公炮 用左锅公炮应付飞向局呢 也是徐超比较喜欢的下法 他曾经重大比赛下了很多次 是吧 那你肯定有研究啊 你肯定知道啊 我以前也跟徐超下这个盘面 下过好几次 之前的话我跟他下的是马二进三 下的更多一点 对 马二进三更多 他马八进七 我走拘一平二 拘一平八 这个棋呢按常理识走拘九平八多 徐超还是自己有偏爱 他走足七进一 对 我呢走兵七进一 他走向三进五 更有研究的 这种阵型我跟他下过很多盘 他也是对自己非常有信心 所以本场比赛 遇到他还是走过攻炮的时候 我就换招了 换招了 对 我就换招 为主队队伍要加把火是吧 对 是 那蒋大师 对 蒋大师正好说一句 蒋大师这个比赛整体来说 下的也非常好 最后是我们的最有价值骑士 对 是吧 在常规赛呢 应该说我今年啊 自己也比较幸运 当然队伍也给我比较多的先手 所以我最后是80%的胜率 为得分榜是排第一 对 但是后来因为经济队 后来的那个季后赛 对 我们季后赛 我也下得不好 都下核起了 对 季后赛 后面下得稍微有点 有点可惜了 对 是 好 我是走到兵器第一 换了 对 徐超大师是马八进七 我是炮二平四 炮二平四这个下法是现在流行的 对 炮二平四是最近这些年比较流行的 看到好多棋谱是这样的 对 为什么呢 大家认为这个炮摆到这里 过一会儿马跳起来可能比较稳 这个所以说 阵型还是比较结实 对 还是准备中间的较量一下 是 对 这样G9平八出 G9平八 马二进三 然后G8进四这 对 G8进四也是徐超大师的偏爱 此时还有些别的变化 就是走足迹经营也比较常见 制马 然后红方马八进进 黑方再马二进一 这种阵型也是比较常见的 对 这样反正足迹经营和G8进四 只能二选一 对 二选一 G8进四应该感觉上更稳一点 对 徐超大师好像偏爱G8进四 G8进四这样的 我走G1平2对G 这个时候是一个起礼了 不能让走别的起 让黑方这个起 对起来 一定要抢到G1平2的先手 这是一个基本的道理 对 这样至少黑G在巡河会晃 晃一下 要走一步 因为他如果吃掉的话 那他过一会就没有对兵的手段了 吃掉他也没啥便宜 对 而如果平G过一会再对兵 我们G就借着先手出来了 对 而且便宜 这是个起礼 对 便宜部署的问题 这样平G 这样呢 红方是四四进五 不是 这样黑的 黑方是逐三进一 逐三进一 就要碰兵了 对 红方G2进四 类似于这种兵呢 谁碰谁吃亏 对 反正是这样 是 老师最初级的交旗的时候 都是这么说的 对 因为碰完了 G就过来吊住马了 对 道理很简单 是 这样黑旗马二进三跳了 马二进三 对 马二进三 红方马八进七 这样双方还是下得挺本分的 对 下得都是稳扎稳打 把自己大字出来 此时呢 如果黑方再不表态的话 红方有马七进六先手登居的手段了 所以 其实在我看这个G8进四G8进六 就这个思路我觉得还是不如逐七进一更灵动一点 对 对 是 因为这个思路老觉得会在河口被踢来踢去的 对 是的 有可能会有这样的危险 对 对 对 要我们来看看 是 徐特大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对 是 他是走了逐三进一 他是没办法拱掉了 我需要平七 他马三进四 马三进四 他这么来解决这个问题 马三进四之后呢 我马七进六没有骑了 马七进六他甚至G6进一了 是个先手 是 那你只能B3进一了 我去B3进一 对 对 B3进一 这样黑棋 黑棋是走向一 三进五 向三进五补一个 他向三进五补向 还准备走G1平3 准备向位就对了 把我这个好G给对了 高G对了 在他准备对局的时候呢 我看这个排名啊 作为我 我现在最弱的就是这个G 九度G 所以呢 我此时是走了泡八平九 准备把左G出来 对 这样呢 黑棋也不太肯 G2被你吊主 对 是 所以黑棋呢 这个时候呢 黑棋是走了泡二平三 泡二平三勾 因为我过去抓泡 又是先手 所以他先走泡二平三 随时还有换马的棋 对 这样呢 红方也是走G9平8 这是李所应当的 在红方也G9平8出来之后呢 这个时候啊 红方的 我说两套G马炮的棋啊 都已经非常灵活地出来了 就是这个 效率太高了 效率很高啊 是 这六个大子的效率非常高 对 是 黑棋呢 看起来是稍微差一点 但是黑棋呢 因为这个棋有很多换子的机会 所以他是希望能够迅速地换子 这个对 而且那个联赛是这样的 联赛还是有这个战略性的考虑 对 比如说 大家们都觉得拿着后手的可能 顶和就完成任务 然后先手去迎起 总是希望这样的 对 所以他上来的任务 我估计要下个和棋 应该也 也完全可以接受 对 是的 所以呢 整个下的棋比较稳健 是 这个时候呢 黑方是走了足七进一 足七进一 准备对这个兵 那兵九进一了 是吧 对 这个时候 我看这个通过分析啊 整个盘面 应该说 将在这儿 虽然红方 子力非常活跃 但是黑方 子力位置也不错 对 也挺扎实的 也挺扎实的 对 这个时候 只有边路 足球冰九进 再冰九进 这里好像有一点机会 是吧 所以走了冰九进一 冰九进一 徐超大师是走了拘一进一 拘一进一 拘一进一 他也是不动 这个 反正拘先抬一步 肯定是比较好的 对 反正将来有机会的话 往你空的这边过 是 他是这样的意思 对 这个棋谱是 有人下过 下过 徐超大师他自己都下过 他自己都下过 对 在前呢 其实我也比较了解 徐超大师 他这个棋谱我也看过 所以我自己心里 也想了一下 如果比如说抽签 碰到徐超大师 我可能得怎么下 也有过一些准备 对 他走拘一进一之后 我这个时候 是走了拘八进九 拘八进九 我还是不动 就是不是明确的进攻 先把大指站到重要的位置上 亲密朋友们 蒋大师管 拘八进九这种肩叫不动 对 碰到底线叫不动 对 因为这个棋啊 我也没有拘八平六 吃室的手段 它本身是看上去没有威胁 对 只是放在这 先把你阵营里面扎进去 然后再研究 随时放个地雷 说不定过话就用上 就是 是这样的意思 因为太好的棋也没有看到 对 对 是 这个时候 我拘八进九之后呢 黑方是走了足七进一 足七进一拱了 我是拘七平三 是 黑方 炮三退一 足七进一之后 再炮三退一 应该说也是 黑方此局面下 一个连贯的思路 对 他是这么想的 对 整个要调动嘛 也不能老不动 然后现在最主要是 一路区一也不能横跨过来 这边兵太恐怖了 对 他炮三退一 接下来还会有炮三平七 打狙的手段 对 在这个时候呢 之前的这个全国比赛当中 包括徐超自己下过 曾经红方出现过 马七进六的下法 马七进六 马七进六 马七进六当时 他是走的狙六平八 狙六平八是吧 拆开 拆开 接下来呢 因为黑方还有炮三平七的棋 所以红方呢 当时是下了炮四进五 交换是吧 对 交换 是个逼对 逼对 对了 当时是对了 对了 他吃掉 这是他跟谁下的 好像是天一特达 王天一跟徐超下的 对 吃掉之后 黑方是走了炮三进一 好像炮三进一保住 在连上 印象当中最后是 徐超作为黑方是顶住了 下了和起 但是这样感觉上 红的也挺好的 对 红方是挺好 但黑方也挺结实 对对 就是纸红的挺开阔 但是黑的挺扎实的 第二呢我扶有 居三进三吃马的手段了 真是鸟子 就是鸟子 这是鸟子 这是鸟子 对 鸟子 那他只有鞠六进一了 对 鞠也没有特别好 也不能往这儿被打 所以只有这样 在我马三进二之后呢 对 徐超特技大师 是要经过好几分钟思考了 好几分钟 因为他就没见过了 你们这是快骑慢骑 我们是下的20分钟加5秒 对于我们专业骑手来说是快骑了 对挺快的 对 那花好几分钟想对不起啊 对 他这步骑就花了好几分钟 印象当中可能他花了三四分钟 那你是不是自己觉得 这马三进二战术性 本身就成功了 对啊我应该说比较成功了 至少让他花了不少时间 是吧 其实在比赛当中呢 有的时候我们不见得说 骑一定要占优势 时间占优势也是优势 是吧 有很多因素啊 有很多其他的因素 来干扰这个骑手的水平发挥 对 是 但是呢 徐超特技大师 毕竟是功力非常扎实 他这时候也能走出 比较这个准确的招法 对了 马四进六 马四进六之后呢 我这时候再走马七进六 因为马四进六 他虽然还有马六进四这一期 对往上跳 并且我这样 这样他要再跳呢 我就泡九平六了 是吧 另外我马也出来了 所以这个呢 也是 这样就是你的马不错了 我的也不错了 对 是的是的 对 而且我有两个马 位置不错 对的 在这个时候呢 应该说徐超大师啊 并没有走出最好的招法来了 是吧 这样是吧 那我们也是啊 让观众朋友们 在这里面呢 稍微看看 看看双方之后 会有什么样的攻防 然后我们再带给大家 实战的下法 好 我们稍时休息 稍后回来 观众朋友们 欢迎回来 我们接着来看 蒋大师的自战解说 这个时候呢 刚才说了 黑方是经过了思考 但他是走了眼光照的招法 他认为这部马六进八非常重要 因为看上去跳槽 就是有点随手骑的感觉 就是有点随手骑的感觉 实战呢 其实他应该走炮三进五更好 炮三进五 因为实际上呢 马六进八肯定会被鸿方 炮四平二卡 对 是吧 这马这么好 其实按理说 我觉得还是 我当时是觉得通驱也挺重要的 其实这个棋局 就是马位置本身就不错 他应该最重要的点是 活动这个一路鞠 是非常重要的 他炮三进五之后 就是鞠一平八 对 把鞠过来的起来 我觉得这鞠过来挺大的 而且现在这个 就马上就要对攻了呗 对 是这意思吧 对 同样的 徐超大师可能 一直是意识到这个问题 但呢 他就没有往这个方向去想 他是想 马六进八先手 先一跳 一跳 但是鞠方是炮四平 他把六进八走得快吗 马六进八走得快吗 马六进八他也是想过 也不走得特别快 其实我觉得 按照徐特大师的这个水平 炮三进五应该也能看得到 对 所以说有可能的话 他会抉择到 后面的这一系列的变化 对 他会觉得这样 可能更好 对 也许是这样 他呢 马六进八之后 炮三平八走得非常快 炮三平八 他这个 这个是搭这个的 他是这么想的 可能在马六进八这步棋的 计算范围之内 他认为这样炮平过来 它是划算的 对 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觉得炮三进五 其实不是很难 对 是 就是两种方向的问题 对 实在呢 这个时候 我是选择了 鞠八退三 我要吃中足了 对 这样不能让中足被吃掉 对 只能打 打鞠 我就鞠八进一 鞠八进一 行 其实这步棋 我自己下的也非常满意 这个也真的非常满意 这个 鞠八进一的意思是 你如果知识的话 你鞠就过不来了 对 那胡黑棋肯定不肯 不可能这样被挡住 太难看了 那炮四进二 也是实在必行了 是 对 你炮四进二之后呢 我当时看 我就有马二进三的棋了 马二进三对炮 你避队 炮是避队 对了之后呢 这个时候 红方看上去 也进攻非常犀利了 我又有马三进五 气马换双向的棋 又有马六进四的棋 这两个马在这跳来跳去 中盘 挺可控的 对 挺可控的 对 这个时候应该说 对徐超大师是考验比较大了 进入一个分水岭的地方了 给抉择了 是 他是实在经过长考 这部棋他是长考了 他是走了炮四平八 炮四平八 气子 对 气子 因为他感觉防守 如果不气子 防守是守不住了 对 确实是我们看这个棋 这个踢啊 这个踢啊 受不了 很难说一招棋 能把这些手段都摆平 还真要看不到一眼 是 所以他气炮 也是有点 无奈气炮 对 但是估计也计算了 计算了 计算也是 他应该经历长时间计算 你想到他走炮四平八了吗 我也想 当时两个人都处于高度紧张当中 我也感觉他走别的棋 我要马三进我踩香 要马六进四 我都是很厉害 是吧 但是就是炮四平八 我感觉 我也有点算不清 当时这么想 有点算不清 反正是逼也逼出来了 对 逼上梁山就只能这么走了 但是他这么走呢 我也必须得吃了 这就是命令性 马八斤七跳 马八斤跳江 然后出帅 居一平六 都是必走的 胖一平四 居六进二 这都是必须走的 必须走的招法 这时候我马三退二 也是必然的招法 只许退了 对 这个应该也都是 在我的计算范围之内 对 这块没有什么 双方都是必须的 居六平八 红方马二退三 也是必须的招法 对的 走到此 应该说都是 双方都计算范围 在这个时候 两个人也都是 又要重新思考了 对啊 大家算好了 但是走到这个局面 还是要冷静地看一眼 对 现在最主要是 黑方的关键是 要不要僵这些 对 要不要僵 对 要不要僵一下 然后再去 再去居八退二 抓个马什么的 是 对 这次序要不要打 对以后有没有影响 是是 徐超大师呢 当时是想 如果先打僵 怕过一会儿 我上老僵之后 过一会儿 居到这些地方 没有绝杀的先手 就是啊 我就是说爬上来 有爬上来的不好 对 一会儿泪上披僵 不是先手的 也很难受 所以他实战 走了居八进四 他没有去僵这下 对 居八进四呢 我也又面临着选择了 我当时想 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选择 炮四瓶八 炮四瓶八的话 他可能就会吃掉我 吃掉我就走居八瓶七 当时我的第一感 是这么想 对公 这边也挺厉害 但是谁更厉害 也挺厉害 他这边也挺厉害呀 对 他也挺厉害 这样我当时在想 我如果 他十四进五 我下底炮的话 他会不会一会儿撑个事 他甚至就可以 把事位给我了 对 你这居马炮 我也不敢陷得太深 你陷得太深 他踢两脚 眼看着 他踢两脚 我也很危险 或者他居七平八 居七退一什么的 是 对 我也很危险 对 你算清了吗 我没算清 当时就是没算清 拼过来我感觉 蒋特大也有没算清的时候 对 是 但是你觉得呢 你感觉呢 我感觉反正不一定 不好控制 所以蒋特大就是 没有去做这个 特别不把劳的一个选择 是 是 所以实际上 我就看了一下 我选择一路 我认为比较好控制的变化 对 后来我就是走了 炮四进三 如果有可控的 还是选可控的 可控的 尤其是在这种 团体性的比赛里面 这样呢 整个队伍不会受到 更多的连累 是吧 对 因为作为我 我想获胜 但同时 我尽可能地要 没有风险才行 否则的话 团体赛 如果下到 控制不住的局面 压力是非常大的 对 主要是整个 大家们都等着 都看着你呢 是吧 是 是的 对 因此呢 我此时是走了 炮四进三 炮四进三 对 这也是一个攻击的方法 只不过两个选择而已 对 炮四进三 我就是这样 你如果吃了马 我先吃一个象 并且我保证 居马炮 还是处于 靠近中间的位置 随时可以 支援自己的老将 对 对 只不如说 没有那么明确 这个变化 你算到 当时算到哪 我算到炮四进三 算到吃 我吃象 我感觉吃个象 应该是占优 这个时候呢 应该说 徐超大师 错过了一个 非常好的机会 这部棋 这里面 他不是必须吃 是吧 他不是必须吃 其实他是可以 走四六进五 先补五 先补四 对 先补四 这样有区别了 有区别了 这样的话 我如果再吃象的话 他就可以不吃我 他可以吃泡了 他可以吃我这个泡 那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了 那你吃 我吃他吃 我是绝杀 就是啊 他现在是杀奇 我只能上老将了 那他吃了 是不是给你试切了呀 对 把脚交换了 对 我可以吃试 先吃试 他吃了也一样 我再吃 那他给你吃了 他给我吃了 他有一个强行交换的 我们看看这个局面 能不能接受 对 这样交换掉呢 红方还是好一点 红方好一点 但是红方 就是即使马双兵 也赢不了黑方马族 单决相 对 他单决相 你单决是 是啊 这样稍微好一点 那这样 这样的话 他喝气机会就非常大了 这喝气非常大 他有一个巧交换 对 巧交换 他没有看到 没有看到 另外我刚才说了 在我布局啊 出新招之后啊 他花了大量的时间 尤其刚才那部炮四瓶 八气炮 他甚至花了 就只剩下一两分钟了 还有呢 就最后抓马的那个 抓了 还有马三接二 对 你也得逞了三四分钟 加起来 二十分钟 对 我印象当中 在这个时候 他已经只剩下一分钟以内了 所以像这种 比较巧招 他就没往那方面去看 是吧 那时有可能 所以就走到 当我炮四瓶三走 他走得飞快了 就是马上就吃我的这个马了 他就吃掉 他就是赶快走了 也没有去想着 但是亲民朋友们 大家其实这样 有这种 他要杀你先做一个防范的 对 因为你怎么也得知识 是 是吧 对 但是这样可以知这个 但知这个是没什么用 对 就是啊 你怎么都得有想着硬姜 所以有可能有的时候 先把姜硬了 对 然后再去考虑其他的 是的 这样我去七瓶五吃个象 他四六进五 我在聚五平七 吃了一个象之后 在聚五平七 这样你当时是不是觉得挺满意了 这样我认为我的形势很满意 一个 他杀我的可能性很小 因为我随时聚马炮可以回防 对吧 我聚还牵着他这个马 这条线呢 这个就不像刚才那个进攻 就是必须 控制不住 那个好像一边攻了 对 这样呢 我想退 可能还能退回去 对 是 比较好控制 所以高手就是进退的比较自如 对 反观徐超特级大师 他这个时候就比较着急了 他感觉自己平白无故 少了一个像 然后呢 我子力配置比我差 我是聚马炮 他是聚双马 所以在这个时候 他要不出棋 他认为自己就输了 所以他必须拼了 他就拼了 上马了 他就走了马七进八 上马了 马七进八呢 这时候我还是说 我就拼七平二 赶紧回房 赶紧回房 回房其实这个时候 好像徐超大师 走拼七推六 还是顽强一些 拼七推六 吃炮还是顽强一些 但我炮先回来 他再踩兵 这样稍微顽强一些 那这样踩了 这样要是踩了 对 这样踩了 但是呢 从棋局的来说 这两个马好像也不太好吧 也不太好 是吧 但是他下部马九进七跳 马九进一跳上来 我过快上部老将 他就没起的 这个起 就团在这儿是吧 对 是 那你是不是就 就跳马了 这样的话 我可能也会上马 上马 马六进四 或者马八 马六进八 马八进六 其实这个起 你还是可控 随着分分钟 万一万一有危险的时候 还能对子呢 对 但是徐超大师 应该这么走 他是顽强一些 他那实战 就是下的 就是因为 他感觉自己亏了 索性不防守了 就是马八进九 直接踩进去了 踩兵了 踩兵的这个时候 作为我 洪方我是可以 炮四平一打马了 对 炮四平一 这个是挺顺当的 挺舒服的一打 挺舒服的打马 打马 你这个马还没地方跑呢 是吧 你如果狙七退一 那你虽然保住了这个马 但是你将我的棋都没有 我炮一进一 狙二进二 随时是出棋了 对啊 这怎么弄 这时候呢 徐超大师是走了 狙七退六 抓我这个炮 抓我炮 这是沙 这是沙 这是沙呢 这个时候 我要打马的话 他正好狙七平六 这个狙七平六 我要平炮 他踩了我 这样正好合棋 好了 交换 对 那当然是黑棋 我接受不了 对 他是希望这样 你肯定是接受不了的 但这个地方呢 洪方正好有一部 炮一进一 先一将的棋 将他退市 在走到这个局面 我当时思考了好久 因为我在想 分析整个局面 我作为洪方 已经大展优势 大展优势 但是呢 我此时唯一的就是 他有狙七平流 将我的一手棋 我该怎么去防他呢 老恋的地方该出来了 是这次吗 是吧 老恋的地方 但是我第一个 我甚至想了 四五进四怎么样 我甚至想过这个 四五进四和将四进一选吧 对 主要是四五进四 跟帅四进一的选择 对 我也觉得 就这两招吧 四五进四 对 但四五进四 我后来想 他可能会有 居七平四的下巴 这有个桌 抓我这个码 那你又不忍心 居二退三退回去 我居二退三呢 他就码九进七了 他勾你一下 对 是 这样你要火拼 他吃了你个试试吧 对 是 咋情况 对 他可能也杀不下来 那我就没必要了 我当时感觉 就是如果杀掉的话 我再上老将 这样他可能再提一将什么的 我要下降 他才像老 我要退市 他反正马九进去扑进来 他一会吃你个试试什么的 对 看着演运是吗 对 但是感觉上红的 感觉上红的也是快 因为这个桌一会儿 拦不住了 对 是吧 但后来我一想 没必要 这个就是同样的 我要用这个 对 防住它这个居七平流 我讲过上老将也可以 对吧 所以这亲民朋友们 这就是高手比较细的地方 对 其实都是防守 特得意吧 对 是 对 就是比较细的地方 你走得准 就给对手增加很多的难度 对 这样给你自己的进攻 增加很多时间 对 而且比较把控 对 另外就是大优的情况下 感觉自己要获胜的情况下 不给予获胜 就是先把自己稳住 很重要 对 我们高手队局总是看到 最后的那一刹那 非常的进退自如 是 在这个时候 徐超大师也是走马九进七 马九进七 他只能把马入进去 这时候我应该说 自己还是比较得意的 我就是走了四五进四 我一点不给予进攻 是吧 虽然可能 居二进二也是横框战优 但我四五进四 黑方彻底对我没棋了 对 没必要 就全都熟识了 这两个马 对 因此在我四五进四之后 徐超大师其实也是 没有一点的机会 他如果马七推六 我可以居二平四 杀四又杀马 对 这样不行 马又动不了 然后其他的棋呢 你要是四进五的话 我就居二进二 是吧 这个又打向 他也是处处漏风 走哪个棋都不好 最主要是这个一会儿 没法守了这个单向 是吧 所以实际呢 他考虑来考虑去 也没办法 就足五进一先拱一步吧 看我怎么表态 那是应付了 对应付 但这时候我也不急 我先你足五进一 我也不走居二进二表态 我就走马六进七 这时候我 反正我就吃你这个兵 是吧 挺亲人的 对 这个应该说就是 优势下面不着急吧 对 他这个呢 这时候呢 徐超大师是走了四四进五 四四进五 他也是没办法 随手先走几步吧 轻易认输呢 又不肯 是吧 这时候我就走了居二进二 这样不好动了吧 这样不好动了 他要非像我马七进五什么 都可以跳 就是到处都是 到处都漏风 真的是守不住了是吧 是 那他还下了吗 因此在走了这步之后呢 徐超大师就是认付了 他也就认付 对 这样是实在守不住了是吧 对 凭借这一盘呢 我们经济联队也是获得了胜利 五比三获得了胜利 那也是像那个最后的前两名 是迈进了一步 对 是 好 那今天呢 蒋特大师的自占解说呢 我们就为您讲解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观众朋友们再见 观众朋友们再见 再见